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过两天会去访那个男朋友 过去十几二十年 你觉得他有多大变化 他在斜层的时候也能被拼的吗 没有吧 还是很拼的 对对对 他虽然不在总部在香港 但是这个天到晚 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接他变化的 是啊 还是就是非常的这个aggressive 非常的努力 对对 我只跟他有过一次接触 就有一年他年会在杭州开 然后请我去做了一个 经济周期的一个演讲 我觉得这些年 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 这一波的这次浪潮 应该他是最大的一个获益者 我觉得他看企业 看年轻人 看行业 肯定跟我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那可能叫感觉吧 其实我蛮好奇的是 他的那些感觉的部分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 穿过天 一个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精彩点 中国女派夺得 歼20领导人 集体合影独立 战事不会呈现了一个 璀璨夺目的开心 英国女王公布新政府施政 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落下围 美国进攻危机 能拥有最大的下游软件 公司三六营的战争 在这场天就谈到了高潮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欧下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制造 王总讲的欧洲 欧洲本身是个伟 先定可能达到小量 这样说 我先正在一例 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 免税商品总额达到6.51欧元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现在有多少人 我 因为你有一部分是你 一百六七七 对 你比我们还大呢 我们才一百三四四 那是两回事 我自己一个创业公司 对对对 谁大于大 对对对对 就现在市场的力量 就是中国这个scale 规模开始 还真的开始出这个出现 对 我们现在还是 我们已经投了快 怎么了 为什么不要 只放我的数是吧 访你呢其实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越成功越难访嘛 特别难 昨天你刚刚得了福布斯的全球最佳创投人奖嘛 肯定今天你很多微信会有很多人祝福你啊 你现在得到这些奖的心情和你当年全国数学竞赛一登奖的时候 就我们这一代人我感觉还真的是从小好像有这个要拿第一名的这种心态 我不知道至少六零后七零后甚至到八零后 我感觉我们心态里面从小这个教育体系总会让你说 you know 我要做一个出色的啊或者说这个影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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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财磁磁 我要做那么万对吧 所以这个我感觉也很正常 所以你下一次都会有这种概念的 对对对 我当年周围得奖很多人都这样 你每周都在少年宫里面混 你肯定天赋要有一点 但显然不见得所有人得奖都有巨大天赋 那我我感觉我就没有数学的那么高的天赋 最后我就没有再往这条路上面 但这个今天的这个像投资这个行业的话 我感觉说实话就这个这个对于你上面这个词随大于大 今天说实话不管是谁在这个榜单上面 我认为其实作为中国人如果上榜的话 最后最大的一个一个依据是整个市场起来 今天这个是沈男鹏上了 还当男鹏你男鹏 就 doesn't matter对吧 因为很重要的是就是中国期限的这个市场 跟美国是基本上是当量的 是一样的规模对吧 而且你要看过去三年 如果你仔细看成为真正这个超级独角兽 我们说百亿美金实质的 中国比美国多 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已经是已经说实话已经越过美国了 你估计这一轮消费互联网这波投资啊 创立一档子还能持续多久 三年以前我看到美国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就是放缓 停止不能好说但是放缓对吧 那中国其实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放缓 我去年年底有一个观点就是强者越强对吧 这个那这样的话挤掉了一些小公司机会 这这肯定是有的 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这么多大公司好像把机会挤掉了 但还是有因为你各种垂直领域还真的不那么容易让一定数大公司都能吃到这个饭 对吧 医疗教育 哪怕车房里面还会有新的机会出来 所以我的感觉可能中国这个移动互联网我们要产生百亿级美金市值公司还是机会挺大的 千亿级不好说的千亿永远是一个一个巨大挑战 我想今天在失恋以前我们都不能想象说今天的对吧 这个腾讯是5千亿阿里是4千万亿 对 就是说让人特别惊讶的事情还是那句话 所以他觉得他真的就是我同龄人 你看60年代这一波人干任何事情其实他更有一些一些国家意识 包括今天我问他我说你得了福布斯全球创投榜投资的第一名 你怎么想这他你看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拍的我那本书说 你看就是因为这个国家随大于大的一个一个结果 我觉得他过去十年确实跟他所说他蛮幸福的 就是在一个特别快速激荡和不断特别扩容的一个一个风险投资这么市场中 他捕捉到了一些最好的机会 就这两天你看除了你得了这个第一名 我其实还有两个新闻 第一是阿里收了饿了马然后美团收了Mobile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这些巨头型公司 就是千亿美金公司或者AT这样的企业 他对这种创新会产生压迫吗 或者说你觉得这种垄断啊 这种大公司所形成的这种资本和渠道垄断 你觉得对这些你讲的未来的独角兽超级独角兽的诞生它是个什么关系呢 这两家公司这两个O2的服务自己本身要产生长期稳定盈利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候公司作为一个选择怎么股东利益这个最大化 他可能会做一个跟这个巨头绑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做法 我认为其实挺正常的 但还是有很多商业模式 你说比如简单决定是你说这个不管脱条 还是VIPK对吧 那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决定了 他在那个业态当中 他比较很近是吧 他对他的这个第一就是同质化竞争少 第二个巨头的这个脚其实很难伸进来 对吧 就医疗和教育两个行业 一个比如像我们医疗里面据个例子挂号网对吧 或者一连然后你说像教育里面的VIPKID 你说巨轮怎么进来呢 他又不是一个就是说你在巨轮巨轮的这个这个边界里面 能够直接触及到的对吧 他的行业很深 是是但是我觉得头条是个另类是吧 他是对就是这个另类 就是你就头条的我我的感觉 我的这个认识也在改变 确实我们对这个投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惊喜啊 就在我当时脱手我确实没想到他能走到今天 对吧因为他这个今天是什么状况呢 今天我认为他是个平台型公司 他变成平台 你现在大家觉得死男朋友 在BAT你阿里是投了但是后期一点 但是TMD你是每家都投到了 对这个当年怎么看得到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 不是你说你的第一名还是对的 不一定张男朋友能不能得到 是吧 有些东西说是运气 对吧 我们A人投了美团 然后A人投了点评 你也没有办法想象 他们两个最后会走到一起合并 然后后面又变成一家本地生活的一个 Auto公司 当中可能某一个事情我没做对 我看材料里面说有说是那个早期王兴 你是没投是吧 校内网和站座网 没错 这个事是有吧 当然是 那个我们印象很深刻 2005年的下半年吧看过 但是 就校内部 对对对 感觉看不清楚 就是这当然这很多问题 这样模式是校园里面的一个谈话一线呢 还是会变成一个普遍的用户的一个接受的一种产品的 所以很多问题 王兴当年05年来找你啊 那么早期的项目 对 从你的投资风格来讲 你是投人还是投项目 在早期说实话是艺术 远远超过科学 那艺术什么东西 意思就是看人 还是投人吗 对投人 对 人的因素可能占到70% 还投人为主 投人为主 在早期就是什么 到了VC阶段 其实是有数据可以看一看 你可以从这里面得出一些基本的一些 你的一些猜测和判断 在这么早期 你没有数据 你的判断只有一个东西 他人 他的团队 他一间的背景 当时为什么第一个头会投资红衣同学 这个其实 这个是非常偶然 因为我参加 财富论坛 这个他是第一次在中国搞 以前在其他 全世界其他地方搞 05年我是 财富在中国 财富年会 北京 对啊 然后我我还是 还是以协程的名义做的登记 对 所以那天晚上的这个晚宴 我正好坐在他旁边 然后我说你怎么样 他说他要可能离开雅虎中国了 创业 所以我说那你要想干嘛呢 他说我想创业啊 说想做这个新的东西 哎那我说我们好好聊了 后面好像也蛮巧的 就接下来的那个一周以后 后来我在机场又碰到他 我们俩这个都一起从北京去上海 那你是百分之百偷人了 因为他那是商业模式完全都没有 他开始还是搞那个搞那个 三六零什么 他 对对对对 他要做不是他最早是要做一个 问答问答对 对对对内容的一个所谓新的一个 2.0版的内容 对对对内问答的东西 那就基本百分之百投资 是 哎你说TMD这三个人跟他能够这几年 能够跑出来 他的他们这三个人的这种创业者数据 我也很好奇 你觉得他们跟别的同样年龄的这一波 80后这一波 有什么区别 互联网里面 他们会跑出来 我我感觉一个就是说 首先你是绝对的产品可以说偏执狂 王兴绝对是产品性的对吧 其实他一边也算 产品对吧 然后滴滴 这运营是滴滴这个产品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年王兴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最大的 别人已经做到比他接近两倍的规模都有 这个还是我感觉他人的身上的这种对产品的 关注 甚至他当时的团队不是一个完整的团队 就是说他有很多位置 这个副总裁或怎么样也还没到位 所以这次产品是一个方面 另外也我感觉 这个视野和拓展能力是很强的 比如讲你要说从美团来讲 这个逻辑是说我到了这个做完团队以后 打完以后 我要不要去做旅游 我要不要去做外卖 外卖电影 对 他做好多 对 就这些决策其实是挺难的 今天你反过来说这是一个平台公司 对啊 但是在那个点上面我感觉这个作为一个企业家 这种这个事业和拓展性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我们在马云在马化腾在李延宏上都看到 但是在这些年轻人身上 其实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 我认为他们承担风险的这种 胆量和勇气 所以尤其当你的公司已经到一定规模了 你再去做一件新的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后面的隐藏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可能会甚至丢掉你原来的这个阵地 他们做了这样的选择 而且这个我认为其实就是根本上的一个创业者的精神 你又可以给你们看 赛道很对 如果人是个蠢驴 他也做不起来 如果人非常聪明 他跑错了赛道 那也做不起来 所以一定是一些 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在一个对的赛道里面 做了正确的事情 那这个企业才可能成功 在TMD这三个创业者中 有两位是连续创业者 他们的成功都有几个 共同的特点 第一都要感谢移动互联网 感谢手机 他们都是在PC端 向手机端转移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第二他们要感谢 中国的人口红利 那么他们跟BAT相比的话 可能最大的一个不同是 他们获得成功的时间更短暂 比如说马化腾和马云 要花十年时间 当年花十年时间 探索出来的一个商业模式 或达到的目标 那么他们可能需要三年来完成 所以对TMD来讲 他们的压迫性可能更强 焦虑感可能更强 你觉得他们这部分人 这批80后的人 如果跟6070比 我这点就可能更够胆 那么如果跟美国这部分比呢 红三如果在美国投的 这些TMD这些人 这些B8的80后 跟90后的 我其实感觉一点都不弱 这个是非常公平的 这个就讲到 刚刚你看到所谓这个榜单 这个榜单最后其实还是要 你不许说 这倒不是说要去夸奖谁 必须要感谢这个榜单 后面的这批成功的CEO 对啊 那这个成功的CEO 中国这些名字拿出来 我感觉是完全可以 对 其实你投那么多 其实也有一些不成功的 很多 对 这些不成功的人 如果跟这些成功的人比 你觉得从企业家素质来讲 他的差异点有哪些 我感觉中国企业的这个勤奋度 是不是问题 大部分人其实非常 这个投入 非常 我感觉有些东西就是 市场使然 比如举例是 你是做电商的品牌 还是平台 你做电商的品牌 这个难度就非常大 你讲 不成功的 我给你讲一个事情叫凡客 但现在还有一个人 在做丁磊同学的严选 还不太一样 我感觉 第一 已经有了一个 就是说 确实是已经有了一个 网易的巨大的用户群 这个还是一个 跟别人比 有一些天然的优势 当然 它确实比别人 确实做得会更好一点 这个我同论 你做这种风险投资 你的感觉从哪里来的 我们小时候有篇古文 对吧 卖油文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他说就是手术而已 手术而已 就是你做了多了以后 你自然是对 你的那种地流感觉 就会产生 我感觉这个 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讲 都是一样的 当你曾经看过 第100家公司 当第100连一家公司 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会自然的会产生 这不可能 因为你做投资 这也没太长时间吗 你这么一说 那么比你早 早五年十年的人 情何以堪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首先有几个条件 第一 你要聚焦在 你的自己的关注行业里面 比如举例子 我如果既看房地产 又看矿 什么机会我都看 我可能这个注意力就分散了 如果我13年以来 坚持看互联网 再加上我以前在协程 尽管我不是投资人 我也是个运营者 我也其实我也是在 就是说了解互联网 对吧 这是考经验的 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那么多东西 可以说我可以用一把尺 可以精确的量出来 或者有一个计算公司 这跟你的数学天赋 是相违背的吗 没有 这个是经验对吧 但是在经验当中不能盲目 今天如果是一个 你要去投5亿美金 在一个价值已经100亿的公司 这个时候你光来感情 其实不行 把账也算清楚 账必须算清楚 自从离开协程做红扇以后 你觉得我们不讲最成功吗 你印象最深的那个案例 是哪个案例 让你注意 我让中美能想到的 我感觉跟美团走过来 这个应该讲还是让人跌宕起伏吧 我感觉很好了 我感觉很快 我感觉很快 我感觉很高 夜市场 这么重的 会 可能 你也是投资人啊 对对对 我们是最大的财富投资人 对 其实来之前有个问题 我在想啊 那个 饿了吗 被那个阿迪收的时候 4月2号嘛 4月1号呢 他在杭州 他那个 他需要跟我碰 是吗 他很担心自己是一个loser 所以他希望跟我聊一聊 我们聊两个多少 我有一个感慨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33岁的人 10年拼到10亿美金的这个现金 这是很大的成功 这是巨大的成功 但是问题是问题 第二个疑惑是说 你看这么一个人 根据你们贵圈的这个运营规则 他很可能就一年后 或者多少年后 他就会离开他的创意家公司 对 那么像这种创始人离开 他33岁 我在想 现在还有张涛啊 这些人一堆 其实都是天风特别高的人 这种传统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很正常 因为一个公司最后你聪明的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说股东利益最大化是什么 当然这句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的 对吧 因为你要想我继续独立 五年以后是怎么样 当中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今天我跟阿里走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结果等等等等 这个我感觉其实起家做是必须要做出一个非常 一个这个不容易的选择 对他们来讲 第一是多年以后 他们如果他哪天如果是离开那个平台了 他可以再次创业 这样的人还是就我感觉还是很多 关键是看你是不是 对你还能 实际上还是实际上不是钱 经历是我认为是兴趣点 对 当你拥有10亿美金现金以后 对 是吧 已经人到中年两个孩子以后 你要再找一个那样的一个兴趣点 回到少年时的心情 我承认就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10年我相信 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10年 这种投入是巨大 对 你觉得这些90后的孩子们 包括9394以后 跟不跟我们这一代比吧 就哪怕跟TMD这一代比的话 你觉得他们又有差异吗 国际化上面可能会比80后 来得更加的这个做得更好 他们会不会坚持性更差一点 你觉得还是能够 我感觉坚持性其实是 一个是外面市场的诱惑 到底有多大 对吧 比较多的人在他没有经验的时候 又有很多诱惑的时候 可能会去分心或怎么样 但是当他看到今天市场竞争 这么接的情况下 可能倒让每个人会更加的聚焦 因为你知道很多事 你是作为小公司做不了的 没机会 对没机会 那你做你自己对吧 就更好的事 三四年以前如果大家都在认为 AUTO满地是黄金的时候 到反而让很多人感觉 哇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你还说过就企业家要善变 然后其实因为创业节奏很快 所以他容不得你去重新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举王兴来个例子 他肯定是一个产品上 我刚刚讲带着可能偏执黄的一个人 那你这方面很强 你的Marketing呢 你的这个比如讲对财务的理解呢 但你能想象今天一个300亿美金的公司CEO 他对财务 我说财务不是说是算账啊 算快捷上 但你基本要知道 比如讲 特等的敏锐性 比如讲我今天的这个投入 获客成本多少 我的留存率多少 然后我最后产生的毛率多少 这些敏锐度 我相信在第一天 他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时候 他可能未必有的 那这个可能只能在实战当中去学的 王兴没有这个luxury 说这样 我花半年时间 我去在哪个名校 没时间 那怎么办呢 只能在实战当中学习 咱企业界有个两个观点 有个不就木桶原理吗 就讲到这 他就是你一个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哪怕我原来做营销很强 但你随着公司不断扩大 你用人力战略管理技术资本 你都得手 这是一种人才结构 还有一种人呢 说是木桶原理是错的 根本没办法弄 OK一块木板捅到天上 兄弟我就赢了 你选人你何选人 你必须是两个的结合 也就是说你必须有一块是很强很强 但是别的不能落 不然的话作为一个 300亿美金的公司的CEO 或者500亿美金的CEO 陈维和王鑫 如果没有自己 对单位经济的这个效率的一个 自己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敏感的话 就肯定不行了 他这种给 现在那么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你觉得给这些80后 对年轻人的这种学习的 空间有多大呢 如果他的容错率有多大 我去想想 一把就是一美金 一把就是一美金 但是还是回答那句话 水大鱼大 我倒不是说我们当年携成人的这些团队成员有多优秀 对吧 但我在想 如果说当时我们的团队如果给了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也可能会有一个 可能比当年走过的10年更加爆发性的这样一个成长 所以这个还是市场机会所带领的 这个并不仅仅是说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秉赋 是一定是超过上一点 因为市场机会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充沛的 唯一的一个考量或者说这个挑战是你的竞争比以前可能任何时候都来得多 是一头穿西装的鲨鱼 周鸿一对沈南鹏说他像一条鲨鱼 只要有血腥的地方就不能到 其实你回来看 他是一个赛道理论的提出者 所以他对自己所要生活和游异的那条疆域他是非常的清晰 那第二呢他非常的勤奋在这个赛道里面 在这片水域里面去寻找猎物 当他找到以后他用一个数学博士的精准去投资他 所以他能够投准那么多的这些公司 我觉得跟他的这些企业家素质有很大的关系 他是一个蛮特殊的人 沈南空学长您好 我前两天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篇您跟吴巧波先生的对话 当中就是形容您是就像是一条用尾巴搅起漩涡的鲨鱼 将一切 这个语音很可爱 就是将一切新物种的信息都卷入他的领域 但亦不再吞噬 而是希望在漩涡最深最中心的地方看见新的世界 就是这段话很打动我们想问一下您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是如何保持这种不断进取不断求新的状态 又是如何培养起自己这种可以说是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的 谢谢 不过这句话他也是现在没有跟我商量 我这个文学能的这个底子比较差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这个去诠释这番语言 但有一点我感觉我感觉确实很重要的 我也一直在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能力 这就是好奇心 这个不管当年在交大还是后来去海外留学 包括这个后面做破坑 我感觉在任何行业里面 每期instructions很重要 这个能够知道这个老师或者你的上级给你什么样的指令 知道这个指令你去执行一部分 这个肯定是这个重要 但是还是每个人自己需要自己的一个好奇心 其实你09年我在苏联也写到 就你们在想象开个会 要mobile only 是吧 就专注于移动互联网 你看这句话已经十年了 你现在拿到那个福布斯那个第一名 那么你如果再往后面看 再往后面看 什么是only的东西 有吗 现在好像你找不到某一个东西 是唯一的一个所谓应该关注的 在2009年那个时候 我们曾经讨论过有一个东西叫mobile 对吧mobile application 但我们也讨论别的东西 只是没有 今天没有再去强调 因为那个没有成为特别特别大的东西 同样今天 那会不会有说你现在因为你一进 现在比如你一进是个上百亿美金的投资基金 所以你没有办法ounder的 那会不会有一些小的公司 他现在躲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讨论这个问题 会有吗 我感觉一定要讨论 而且我们也也必须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其实这个机会的这个菜单 反过来跟2009年的时候其实来的更多 当年我们会很激动于比如讲生命科学 可能不会 但我感觉似乎今天这个生命科学 会有一个很大的 不仅仅是研究上突破 甚至是产业上的巨大突破的机会 对吧 然后人工智能说了很多了 过去两年 最近好像稍微又冷却了 最近的区块链 我感觉不要去追逐某一个所谓风口的次端 今天这个菜单比2009年的时候那菜单还更长 人家说你说赛道之王 就是按在一个赛道里面 按产业地图这样去投 但说说很容易说 但是回过头来讲 第一 钱还是有限的 精力还是有限的 还是要做选择 必须做选择 那么在赛道里面如果再做选择 那个秘诀是什么东西 你必须就是放弃某些商业模式 和某些类型的公司 然后选择去花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在某些公司上面 这个没有什么好的一个 这个就是判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在有一个行业里面 就投的没有很多基金来了那么多 比如讲这个所谓叫B2B 那我们感觉这个行业会比较难 但总体我们感觉这里面 在商业模式是从执行上 对传统行业的颠覆等等等等 它的价值产生是相对会来的慢 或者会相对比较弱 那我就选择在这个行业当中 可能关注比较少 我们不应该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精力 这肯定是有所谓有所不为的 对 你现在看企业你还有多少时间 我希望能够多花点时间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看洪山 其实也是一个创业 所以那你既然创业的话 你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你要做产品的 产品就是看公司的 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管理 对吧 所以管理其实会花掉很多时间 对 当然我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 能够见企业家 各种不同阶段企业家 我都挺有兴趣的 不管是早期的刚开始的 甚至是就是说这个一个商业计划书 还没有任何数据的 甚至一直到这个已经相当规模的 对 我争取能够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哈哈 那太多的是可能内部管理的时间 对 挺好的 他还是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就他那种精准的能力 一方面是天生的 第二方面是长期的这种 自我约束的训练所带来的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因为投资很多像他这样精准的蛮少的 你看他跟小平就 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跟徐小平风格 徐小平是个很感性的 外放的 我觉得他受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 然后毕业以后呢 又到银行工作 然后离开以后呢 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让一家创业公司上市 然后又搞了个投资基金 很成功 所以他是一个普遍大家意义上的一个 特别成功的一个人士 是一个穿西装的一个中年成功者 他当然是很nice的人 你看他跟我们访过的徐小平 应该是两类性格的人 小平可以笑起来的声音 把房屋都给炸掉 但男朋友的笑声就相对比较含蓄一点 对 所以他是两类人 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受西方教育 培养出来的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有自己的很内敛的部分 有自己的很节律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又有一种硅谷精神 他经常讲企业家精神 跟我的访谈者 就是他对自己所做的工作还是很痴迷 所以访问他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采访像他这样的人是困难的 因为你只有冲突戏剧性落差 才能够造成一个人的新闻面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太有新闻面的人 但是其实回过头来 你会又想说任何一个商人或者企业家 他都有非常寂寞的一面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是男朋友很寂寞的一面 他天天跟人在打交道 天天在沟通 天天在打电话 但他就跟一个漩涡一样的 他全部是内向性的一个旋转系统 我觉得这个是商业给我们带来的 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最大的幸运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些兴趣快乐 哪怕烦恼是不需要从内心去挖掘的 从天上就会掉下来 就砸中你的有可能是个石头 有可能是块面包 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被砸过一路砸过来 你觉得你的个性上是一个激进的人 还是一个保守的人 我感觉好的投资人必须是一个企业家 但同时他会比企业家会更加的 这个有一种协调能力和一种 就是整个的这个管理风险能力 他的可能会比企业家在承担风险上面 会来的稍微保守一点 你用问题更保守一点 对 我说从整个基金的管理上来讲 很多人其实忘记了 就是做投资 真正要这个最后的成绩是靠什么 是靠每一个基金的 有多少钱回给了LP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我感觉说实话 比那个Mindless List的榜单 对我来讲更重要 就我会看过去每年 我回了多少钱给了LP 那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要看我的整个的这个基金 这一期基金 我里面的企业有哪些 然后里面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 你的风险管控是什么 所以你当年考数学竞赛的 这个本事和才华 还是留在那儿的 谢谢谢谢 谢谢男朋友 这是我男朋友 这是现场观众提问的 现场观众提问 我听不懂小同学提问 你认为你是怎样的人 和十年前比有哪些区别 头发变了吗 对吧 原来 这个变了 这个道理差不多也就十年 2009年 对 原来看你照片就是变个头 现在小病毒 对 除了头发以外 其实我感觉这个过去的十年 我自己这个从行业的学习来讲 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 你开心吗 非常开心 因为你不懂 但你又从未好奇 对吧 我举例子 你问我四年以前 尽管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投了 像一些跟这个区块链有关的公司 我相信我对区块链的认知 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去了解 同样的生命科学 我不是学生物的 我记得我在高中时候 如果说哪一门课不是最强的话 生物肯定不是我的强项 但没办法 你必须去学习 没有选择 但是我是挺喜欢学习的东西 你只要有好奇心 你也去寻找变化 但是变化不能离开你的基本的核心竞争里 对吧 你最担心是哪一个新的 比如讲这个商业模式 disrupt了原来的商业模式 我相信一定是阿里 腾讯 都在恐惧 都在恐惧 红山也一样应该恐惧 谢谢 谢谢男朋友 感谢 我去西面开个户 好 谢谢 好了你去忙吧 谢谢 访谈结束后 沈南鹏 沈南鹏飞快地跑了出去 那是真的跑 他要赶到城市的另一端 去参加一个会议 我看着他的身影突然明白 为什么他说自己是一个不够聪明的人 在那么多人中 在少年的时候 得过全国数学比赛一登奖 在创投圈 拥挤着那么多智商操群的所谓天才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沈南鹏跑到了第一 也许好奇心和勤勉才是最后的秘密 王尔德说 傻瓜创造了世界 聪明人不得不生活于其中 这回你信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